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简报 在这段视频中 我们将调查和比较非常有感情的情侣吴磊和江 琪琪与美丽女演员赵露丝之间的搭配 他们能否相得一张 让我们一起探索并评估谁是最美的一对 不要错过 和我们一起了解吧 24岁吴磊携48岁蒋琴 琴灯时上巴沙 草木间牵手相依 太情深了 由吴磊 蒋琴琴 陈建宾主演的电影《草木人间正在热映》 讲述了刚毕业的大学生 和穆莲在发现母亲吴苔花 深陷传萧泥潭时舍身救母的故事 三位主演近日来经常合体宣传 蒋琴琴也因此片获得了 第一十七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女主角 近日 24岁的吴磊携48岁的蒋琴琴登上时尚巴沙 在草木之间牵手 相依 带来一组母子情深的温馨大片 吴磊身穿白色衬衫 蒋琴琴身穿白色修身裙 两人在虚实之间呈现和谐的美好 蒋琴琴依微在吴磊身后 闭眼沉醉 虽然相差24岁 但吴磊已经是撑起一片天的男子汉 牵手急目远眺 感受牧春的麦田 展开一场心灵的放逐之旅 枯树下或相视对谈 或静坐沉思 都是岁月静好 黑白光影下 蒋琴琴身穿路腰花瓣 群人笔花椒 梦回水灵 侧颜沙五官精致 充满古典美 独坐在草地的五磊又恢复了少年气 一身橘色套装充满朝气 脱腮凝视 仿佛少年为特之烦恼 在草木人间的故事落幕之后 他们也将继续探索内心的自由与美好 期待吴磊和蒋琴琴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揭秘 Angela Baby高调复出 谁在为其保驾护航 半年的沉寂后 Angela Baby最近冲上热搜榜第二位 再度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一系列精美绝伦的写真大片 宣告着他将盛装出席上海时装周的消息 仿佛一只华丽的蝴蝶破茧而出 偏偏起舞于时尚舞台 然而 这看似寻常的回归背后 却暗藏着一场精心策划的复出大戏 不禁令人揣测 究竟是谁在幕后推动这场华丽转身 又为何选择在此时高调复出 一时激起千层浪 Angela Baby的名字在3月25日深夜突然点亮了网络世界 工作室发布的系列写真中 他妆容精致 一是华美 甚至大胆挑战前卫风格 短短半个多小时后 营销号与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仅仅凭借5000多条内容 便将他推上了热搜自席 如此高效的传播速度与集中曝光 难免让人嗅到一丝熟悉的气息 花钱买热搜遗云再次笼罩 这一切的目的 仅用两个字即可概括 复出 或许有人对此感到困惑 Angela Baby何时退圈 又何谈复出 故事还要追溯至去年9月底的一场风波 有热心网友爆料 称Angela Baby与张嘉尼一同现身巴黎风马秀 尽管只是背影照 但从服装细节与此前街拍的对比来看 其身份似乎确凿无疑 更有国内外博主以亲眼所见卫正 坚称二人在现场共赏精彩表演 然而 面对舆论的波涛汹涌 无论是Angela Baby本人还是其工作室 始终保持着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微妙态度 尽管未曾公开回应 但种种迹象表明 Angela Baby遭遇了一场无声的软风沙 综艺节目画面被剪 宣传活动暂停 代言品牌悄然撤下它的形象 甚至杂志封面拍摄也被临时取消 然而 工作室并未就此演其息鼓 反而借机调整宣传策略 转而发布一系列爱国主题内容 诸如一带一路 神舟17号发射成功等重大事件 均被积极转发 在低调前行中 工作室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公众与市场的反应 从10月26日的晨绩到春节前夕的恭贺新春物料 再到近期频繁亮相于BAFTA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盛典 香港国际影视展上海之夜等活动 Angela Baby的付出步伐愈发清晰 尽管影视 综艺与商务合作的官宣尚未浮出水面 但种种迹象表明 他的回归已建在弦上 相较于同样深陷风波的张嘉尼 Angela Baby四有先声夺人之事 率先吹响了重返公众事业的号角 娱乐圈的生存法则向来残酷 谁能在逆境中屹立不倒 往往取决于背后的底蕴与资本力量的庇护 那么 究竟是哪些势力在助力Angela Baby快速付出呢? 主流社交平台 无论是微博还是抖音 这类大型社交平台对于流量明星的依赖不言而喻 顶流明星的存在 不仅维系着平台的热度与用户粘性 更能为平台带来丰厚的广告收益 明星接洽的代言 商务合作 往往需要经由平台过审并抽取用金 每当影视作品或综艺节目上线 明星工作室与平台之间签订的年度宣传合同 更是常规操作 试想 若社交平台因顾虑风险而对Angela Baby采取禁言 风号等措施 其付出之路恐难开启 反观张嘉尼 至今仍触近言状态 热度与知名度的差距并非唯一原因 背后缺少有力支撑才是关键 杂志媒体 风上至成为风波过后 首个接纳Angela Baby的杂志封面 双方的合作可为各取所需 互惠共赢 通常情况下 此类合作无需支付现金费用 杂志仅需承担摄影与装发成本 对于杂志而言 只要未收到官方封杀令 便能堂而皇之地进行宣传推广 借助顶流明星效应提升自身关注度 而对Angela Baby来说 登上杂志封面无疑是对外展示无样形象 向合作方传递一切如常信号的有效途径 雄厚资本 作为顶流女星 Angela Baby的工作档期早已排至2030年 手中握有多部代播作品 如原定年内播出的《相思令》 出品方腾讯视频与上影传媒倾注巨资打造 资本方自然渴望该剧能够如期与观众见面 此外 他与王安宇连妹主演的电视剧《漫影寻踪》 参与录制的《真人秀》 《闪耀的侦探家族》等项目 以及早年《坚博纳影业》 宣布的电影项目有多少爱可以胡来 皆因他的身影而备受期待 倘若Angela Baby无法顺利付出 这些投资将面临巨大风险 尽管付出之路看似坦途 Angela Baby想要重塑公众形象 众或民心却并非易事 部分网友对他的近期举动提出质疑 或指责其后台强硬 或批评其利用女性身份为自己洗白 若他能轻易地扫除阴霾 重归舞台捞金 恐怕会引起众多网友的不满于抵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